展馆内人潮涌动,各类展品琳琅满目 10月15日,第134届中国净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本届广交会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举办 展览总面积扩置155万平方米 展位总数7.4万个,展区总数55个 参展企业28,533家,均创历史新高 本届广交会第一期重点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 其中,家用电器展区是备受采购商关注的 在该展区内,无论是早已打出名趟的大企业 还是处于起步阶段的外贸公司 前来咨询的采购商都络绎不绝 不少企业将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带来广交会 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实力 来自德国的两位采购商 被家电企业带来的热泵产品所吸引 据介绍,该热泵产品主要应用于采暖设备 具有低碳、节能、噪音小等特点 现在德国的话是欧洲第二的热泵市场 德国对它这个产品的外观特别重视 而且不仅是外观,而且还有噪音方面 他们在噪音方面也有一些法规的要求 这个产品其实是欧洲所有国家 我们都去当地的调研过 中国供应商这边的话 大家其实都在很努力地去做提升这个产品的一个卖点 产品的一个产品力 外面的这个客户对中国制造也越来越认可了 所以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前景是比较好的 在新能源汽车展区 参展商与采购商热切洽谈 合照录像、轻身试驾都表现出境外采购商 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喜爱 数据显示 2023年1到9月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82.5万辆 同比增长1.1倍 一企业推出的新款车型在广交会上首发亮相 吸引不少客商咨询 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智能化和性价比是这款车型的亮点 除了贸易出口 今后期还将通过海外建厂等方式 推动品牌出海 第一点它是一款极具性价比的一款车型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在智能交互方面来是比较OK的 然后它的整体的驾驶感受 驾乘感受 以及底盘调校和行驶的这种 智能化的东西还是比较OK的 目前这款车型是比较受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 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的用户的一些青睐 据介绍 本届广交会是自2008年第104届以来 结构优化调整力度最大的一届 开幕当天就吸引了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5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与上届相比有大幅增长 现在我可以发现外国人更多 公司也更多 也有更多新的货 新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展览比以前的更好更大更新 我觉得每一个客户在这边可以找到他自己需要的产品 这次的人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然后相比于春季广交会的话 人流量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就是今天因为广交会开展的第一天 然后我们在整个展台上面已经拿到了 比较多的一个订单 而且还是优质订单 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创新成果 帮助企业拿订单拓市场 服务外贸稳规模优结构